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2年6月 一支考古工作队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 零东镇东南方向忙碌着 他们正在对一处有着千年历史的城址 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巴林左旗隶属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在巴林左旗的草原上 古老的乌立吉姆伦河静静地流淌着 据史料记载 乌立吉姆伦河的一侧 曾有一座神秘的辽带都城 辽上京 为了寻找这座古城 自2011年开始 考古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余年 现在再往这边看 在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 我们认为是早期的住处 这期间 他们有了很多惊人的发现 这个住处呢 它的形质 跟近代的很多住处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认为这是辽带的 一个典型的一个样式 是一个莲花瓣的 这样的一个住处 而且这个住处的体量呢 是在底座 在一米以上 这一米以上的住处 这个辽上京 基本都是皇家级别的 皇室才能用到的 这样的 这个等级的 住处 是中国古代物价结构房屋珠 不可或缺的建筑构建之一 主要用于承受屋住压力 相当于现在的承重墙 住处越大 数量越多 则说明房屋面积越大 房间越多 故宫太和殿的正殿里 仅延住就有72个 也就是说 有72个住处 经测量 其住根直径均约一米 因此 此次考古队员发现的住处 为该遗迹的等级地位 提供了重要线索 提供了重要线索 202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此联合对梁上京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不久之后 他们根据出土的住处 确认了一处面阔九间的大殿遗址 由于历史原因 梁上京原址上堆积了诸多金带遗迹 正在发掘的这处大殿 就有金带使用修建留下的痕迹 因此考古队员暂且将这处遗址 命名为辽津大殿 这样雄伟的建筑里 曾经发生过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接下来考古队员又会有哪些 惊人的发现呢 首先呢 欢迎各位来参观辽上京博物馆 那么我们辽上京博物馆 是一个辽文化为主的一个专体性博物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青牛白马的传说 那关于这个七单的起源呢 是个辽氏众记载一个美丽的传说 那么就以前呢 有一个亲男子 骑着白马 这个从这个希拉莫伦顺旅而下 他遇见了一个家庆流的仙女 那么他俩相遇之后呢 产生了爱慕之心 结为夫妻生有八子 那么他俩的八个儿子 正是这个七单的八个部落 历史上 七单族群作为我国古代北方诸多游牧族群中的一只 世代生活在宽阔的草原上 或者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而一个人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游牧生活 这个人就是耶律阿宝基 我们说这个一个民族的发展 它都有内因和外因 这个我们说这个内因 刚才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言误 耶律阿宝基 这个一个民族英雄 对吧 他本民族的一个民族英雄 那么外部环境就是唐王朝 中原的唐王朝和末北的这个汉国 同时衰落 所以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内外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机遇 据记载 耶律阿宝基曾在乌立吉木轮河一侧 兴建了一座巨大的都城 辽上京 史称上京临皇府 也就是说一千多年前辽带的首都 那么其余四京是培都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与梁上京遗址进行首次系统考古发掘 此次考古发掘的领队 更为全面的认识 随道河就是沙里河 沙里河呢 现在是把这个辽上京的北城和南城一分为二 沙里河是乌立吉木轮河的主要支流之一 它自西向东横跨整个辽上京遗址 并把总面积约五平方千米的上京城 分成南城和北城两部分 我们知道这辽上京平面是一个日制形 那么这个规划理念就很重要 北边是以契丹的贵族和契丹皇帝为主来生活的 那么南边这个城呢 那就是以汉人 商人 包括诸外使节来居住在汉城 辽上京曾是当时北方地区最繁荣 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然而它仅存在了二百余年 而后便被废弃 自清代开始 历代考古学者都对这一座古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4年 有学者在辽上京皇城西山坡 发现了辽代的词遥遗址 1957年 考古学家李文信发表了《林东辽上京临皇府故城内词遥址》一文 文中提到 辽上京西山坡可能有一处规模宏大的寺院址 可是李文信并未说明寺院与辽上京古城的关系 半个世纪以来 这一座寺院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辽上京遗址内真的曾经建造过皇家寺院吗 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几十年之后 考古领队董心灵为了探明这一问题 决定对西山坡遗址进行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2012年7月 经过仔细勘察 董心灵发现 西山坡建筑基址的北院路 有三个高出地面的大型圆台基址 他们推测 这很可能就是李文信提到的那处寺院遗址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考古队员刚刚揭开地表 就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眼前的这些塑像雕刻得极为精致 经有关专家鉴定 他们为尼塑佛教造像 佛像的发现 立刻激发了考古队员对发掘工作的热情 随后 泥土下的大型圆台基址被全面揭开 台基由夯土 包砖 砖敷散水 东侧月台和西侧踏道组成 整体呈六边形 边长约20米 对角直径约40米 总高约2米 六臂最外 起单层包边砖 抹白灰皮 在其东西轴线上 考古队员发现了 依次分布的方形前式 六角形中式 和方形后式 也是在这个区域里 考古队员发掘出 八角形石经床残剑 带阴落的石雕佛像 以及养帘石雕残块 等诸多具有佛教文化特征的遗迹 由此考古队员推断 这座六边形机址 应为塔基遗址 西山坡遗址 确实为佛家寺院 那么 它与辽尚经 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020年 为了进一步了解 西山坡遗址 考古队员重点 对南院轴线上的 两个建筑机址 和北侧回廊上 两处建筑机址 进行发掘 随后他们发现 南院轴线上有山门 前垫 和后垫 两侧有回廊 整体是一个 封闭的四合院式建筑 在主殿和山门之间的回廊上 还建有配殿 这些迹象均表明 西山坡遗址 是一处辽带史建的 规模庞大的寺院遗址 西单遗亡潮 它是跟北宋 有一百多年和平的 这样相处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 北方的民族和南方的汉人 那么有更深入的交融交往 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知道 像包拯啊 苏氏啊 这样的名人 都出使过遗潮 那么这样实际 我们说在这个文化之间的 这个南北的交融 在这个方面 遗潮也做出了 很大的一个贡献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认为这个西单遗亡潮 继承了汉唐文化的传统 董兴林认为 一千多年前 遗上京作为一个 开放式的大都市 融合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 成为那个时期 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然而 对于这座都城的总设计师 耶律阿宝基来说 这些还远远没有达到 他的要求 据辽史记载 辽代最鼎盛时期的人口 达到了五百多万 耶律阿宝基还效仿 中原王朝 自称为皇帝 建元神策 立长子耶律贝为皇太子 史料记载 耶律阿宝基曾在 辽上京皇城里 建造了雄伟的皇宫 董兴林下一步的工作 就是找到这座皇宫 首先考古队员用航拍器 拍摄辽上京遗址的全景照片 我们这是皇城的一个平面图 我们现在根据这个航拍的照片 我们可以分析地表的一个遗迹现象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表的遗迹 那么我们再结合专探图 我们来选择这个我们要挖哪 这很重要 据辽史记载 辽上京皇城平面 呈不规则方形 东约安东 南约大顺 西约前德 北约拱城 简单讲 辽上京皇城有四门 分别为安东门 大顺门 前德门和拱城门 1962年 看到这样一个弧形的这个范围就是马面 这个马面呢 现在我们看它是突出一城墙之外 然后我们往这边看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马面 这个西城墙上的马面 棉岩起伏的高起来的地方都是马面 这个两个马面之间呢 大约是80 80到110米之间 这两个马面之间的这个距离 恰好是古代这个弓箭交叉火力的范围 发掘完城墙和马面后 董心灵依然有很多疑问 辽上京城的城市布局究竟是怎样的 又有哪些功能区域 有哪些功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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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辽上京的北城里面呢 现在都是一片绿草 有高低起伏的地方 很多都是大型的建筑基址 那么这个大型的建筑基址呢 并不是我们叫辽上京 它都是辽带的建筑 这个辽上京呢 是它废弃之后 金人又在这生活了将近100年 我们根据考古发现 它是沿用了大城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北边这个城 所以现在城墙保持至今 那么它对于辽带的工程 进行了全面的毁坏 所以呢 我们在考古发掘中 是一直找不到辽带的工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上面有大量的 金带的遗迹干扰 公元O20年 辽上京对金军攻陷 据史料记载 金军进驻辽上京后 对其工程进行了大肆损毁 而后又在辽上京居住了近百年 因此在辽上京遗址之上 遍布着厚厚的一层金带遗迹 这些遗迹给考古发掘公诉 带来极大的困难 从这层以上 我们把它叫做废弃堆积 然后从这层以下呢 就是遗迹了 这个地方是砖 砖下边 出砖之前要做这个 来固定砖的这个砖泥 然后呢 这下边是垫土 这都是金带的行为 到辽带呢 我们就发现 它下边是用这种白灰 这种白灰来做浆 然后上面铺砖的 我们说 大概就进入了 辽带的这个时期了 董心灵认为 要想尽快找到皇宫 确定功成规制 首先应该确认 皇城的中轴线 中国建筑史 把中国古代大建筑平面中 统率全局的轴线 称为中轴线 建立中轴线的目的 是为强调 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 城市总体布局 以中轴线为中心 左面为太庙 右面为社稷坛 前面是朝廷 后面为市场 其左左右胜 前朝后市 以北京中轴线为例 从永定门到中楼 全长为7.8千米 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 基本都是一座城市的重要建筑 中原建筑大多坐北朝南 中轴线很容易被发现 然而在梁上京皇城的南北两个方位 考古队员没有发现中轴线痕迹 这令考古队员一瞅莫展 就在大家心灰意冷之时 一个消息让事情有了转机 董心灵在皇城中部偏北的位置 有了意外发现 下雨之后 这块有一道墙 有向一道墙 很直的 所以我们就从这块开始入手 那么入手之后 刚才说了 我们钻探 它因为这是一道黄土线 那么是不是成墙 我们需要用考古的方法 用探钩方法来视觉 我通过视觉 才确认它是成墙 在皇城中北部位置 考古队员根据勘探资料 发现了一处疑似攻墙纸 它究竟是不是攻城墙呢 考古队员以黄土线为线索 分别向两侧延伸 进行勘探发掘 我们的钻探队 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平行线 是像平行四边形的这样的一个平行线 因为在我的概念中 按道理工程应该是一个方形或长方形 它不应该是一个斜方形 所以我们就用考古的办法 用我们的探钩来验证 就会发现它两个拐角都是错的 两个拐角与直线相结合 平面上看是一个斜方形 这显然比正常的工程形式不符 为什么这座舰船是平行四边形呢 经过事发掘 董欣宁初步确定 这里应该是攻城的北墙 他立刻安排考古勘探队员 以黄色夯土为线索 继续向外扩张 重新寻找新墙区 很快 考古勘探队员便找到了西墙 然而 就在考古队员顺西墙找南墙时 这道黄色夯土遗迹 竟然突然消失了 考古发掘公诉 一下陷入了僵群 到了南部的时候 黄土没有了 这黄土城墙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 专探队的刚好说 我是找不到南城墙了 所以后来我就经过仔细分析 跟我们的汪洋营老师 我们还有其他的萧老师 我们一起商议 商议之后 我们就开始确定 我要求他们 在我们确定的范围之内 密探 这考古那个钻探 有浦探和密探 这两种办法 浦探可能就是 一般的有五米 打一个孔 然后中间补个孔 这叫梅花桩的一种探法 那么密探 那我们就一米一个孔 要加密 这样的话是保证 任何的遗迹 小遗迹都不能遗漏 考古勘探队员 只能对该区域 进行密集式勘探 希望以此方式 重新找回消失的 黄色夯土层 否则他们将很难判断 攻城南墙纸 究竟在哪里 怎么看土的话 就实际上我们是用 土质 土色 包含物 用这三个特点 来看这个不同土的区别 因为我们这个时期的城墙 它是一个夯土城墙 然后就是它没有包砖 夯土它会打得 非常的坚硬 非常的致密 就是挖下去 是完全挖不动的 那像我们这地方 是生土的 是黄色的话 那就是夯土 可能就是黄色的夯土 这个黑的是夯酸吗 这个黑的 此时 黄色夯土层 是考古队员 唯一的线索 经过一个月的密集式勘探 考古队员 依然没有找到黄色夯土 但他们却发现了 灰色夯土 通过土样分析 这道灰色夯土和黄色夯土 属于同一时期 这道灰色夯土 是否就是南城墙呢 兴奋 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是想象不到的 因为在这个 我们在想 为什么它这前边是黄的 后面是灰的 说虽然我们还没有一个 非常合理的解释 那么但是至少 我们可以确定 这都是工的工程墙 所以这就我们就这样 就把这个 辽商经工程的 四面的城墙都找到了 墙纸平面略成方形 其中东墙夯土 残长460余米 南墙西墙 各770余米 残缺的北墙 现存长度约623米 这一处墙纸 约占黄城面积的五分之一 与黄城相结合 整体呈回字形 非常符合古代都城的 结构布局 此时 考古队员在工程西墙区域 发掘出土了一件 重要文物 有什么好东西出土 哦 印章啊 考古队员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工程西墙中部的户口处 竟然会有一枚印章 下面好像是个内 如果是大内的话 这还是有点意思 虽然这个很小 但是这还挺重要 大内多围多城的核心区域 明清时期 执子进城是皇宫的总称 如果印章上的自己 却为大内 那么这里极有可能 就是梁尚经的皇宫所在地 因此这枚印章的出现 令皇宫队员们 用心迷 他们立刻将这枚印章 带回工作室 进行清洗 踏印 确认自己 看好了 哦 这更清楚一点 大还好 这个内这 看着也不是标准的内啊 但是是不是内 现在我们一试吧 像个大内 一试一试 就在大家略感遗憾 董欣灵又在东城西门遗址上 发现了一个长条性秘密 我们先测点拍照吧 在正式提取之前 考古队员必须记录 气舞出土的位置 状态 拍照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 然后就拿起来 哦 后面有志 这个三个志嘛 现在看见好像上边是个满 然后野意 好像这个志口里边还有贴金的痕迹 这仔细观察才能看得到 在长条形气舞的正面 在长条形气舞的正面 考古队员发现了满 野 义三个汉字 由于气舞的上下步 均有缺损 导致距异不明 考古队员无法确定 其内容的真正含义 这究竟是一件怎样的气舞 古人为什么要在他的正面刻字呢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一个预测 预测是相当于给皇帝 这个记录下来 有些皇帝的有些他记录的 或者他跟皇帝有关系的 送给大臣的那些记录 预测又名预测 是古代厕书的一种 一般帝王在祭祀告天 或上尊号的时候使用 传说预测也是天子受命的辅瑞 历代帝王都极为重视 预测的出现 让考古队员更加坚信 这里应该就是攻城墙 但是这些器舞并非直接证据 虽然已经无限接近真相 但仍缺乏更加有力的证据 据辽史记载 辽上京城中有大内 内有南门 东门 西门 但无北门记载 根据这一线索 考古勘探队员立刻对口字形墙指门指勘探 经发觉北墙确实无门 这一发现与辽史资料完全相吻合 至此 考古队员确定 该区域为皇宫所在地 经发觉确认 辽上京皇宫共有三门 东墙中部为东华门 南墙中部偏西为承天门 西墙中部偏北为西华门 在东华门遗址内侧的中轴线上 考古队员陆续发掘出土了 象征着皇室礼仪的 一门三道殿堂式城门遗址 中国从秦汉开始秦汉都城开始 一个门有三个门道就是帝都的标志 地方城是不能用三个门道的 我们在辽上京我们发现只有东门 皇城的东门和宫城的东门是一门三道 但这一个证据还不够 那么我们又对东门大街 我们进行了发掘 东门大街现在因为有破坏 最窄的地方40米宽 对南门大街也做了发掘 最宽的地方20米宽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 那么东门大街是南门大街的二倍 那么所以这我们说东门大街显然更重要 随后考古队员在皇城与宫城东门 形成的中轴线上 分别发掘出土了一号殿二号殿 横三号殿 经发掘确认一号殿为金鸾殿 那么这三桌殿址呢 我们就基本说就像现在故宫的一样 太和殿中和殿宝和殿一样 它是在东线轴线上 有三桌大型的建筑机制 那么在南门大街上 进了门之后是没有的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三个方面 我们就明确了 辽尚经存在东向的中轴线 在南边没有明确的轴线 现在我们在辽尚经工程内发掘的 几座大型的建筑机制 辽代的殿址都是朝东的 随着金鸾殿的确认 辽尚经中轴线也随之出现 其工程和皇城正门均为东向 据此考古队员认为 辽尚经皇城的中轴线为东西走向 随着发掘工作的结束 董心灵却多了一项特殊的工作 辽尚经工城东门 是一座殿堂式城门 所以往前走吗 往前走 往前走 我们说大遗址了呀 现在是原则上是不能不见 这个假的这种建筑 在一个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讲 我们觉得它对于我们发掘的现场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 我想这个设备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2022年辽尚经皇宫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展现出原貌 如今站在辽尚经皇宫的定点位置 戴上专业眼镜 就可以清晰地看见 一千多年前辽尚经皇宫内大殿的模拟景象 不能复建这种假的建筑 那么现在有这个设备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原来发掘出来的这个古遗址保在地下 又能让给老百姓一个看懂古代这个辽尚经辉煌场面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我觉得这个设备这是一举两得 截至目前除了考古队员正在发掘的辽经大殿遗址以外 辽尚经大殿遗址 其他已发掘区 大部分均已实现了数字化复原 至于辽经大殿遗址究竟是什么规制的建筑 能须经过进一步考古发掘才能知晓 在辽尚经遗址里究竟还有多少秘密 他们静静等待着考古队员去发掘 去寻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